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克强强调 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 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 而反观很多有钱人 每天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甚至一顿饭就够穷人吃上一年 同样是摆地摊 你可能是推着一个小推车 别人可能是开着价值上百万 甚至几百万的豪车来摆摊 香港有一个富豪 一生中光喝掉的红酒就价值几十亿 一条裤子就将近30万 虽然这样的生活绝对不值得提倡与羡慕 但也赤裸裸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福报的差距 我们不禁要问 人这一世最大的福报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讲个小故事 有个师兄一次在菜市场买了几条活鱼 拎着到附近的水塘放了声 念了几句佛号 看着鱼儿游向了远方后 心里忍不住盘算起来 这次放生花了几十块钱 按舍一得万报的话 是不是就有几十万的财运要来呢 一想到这里 这个师兄的心里便顿时涌起了一股莫名的喜悦 哼着小曲就回去了 舍一得万报是很多生活不宽有的师兄 不失事常有的念想 每个人都想过上衣食丰足的生活 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很多时候因果不是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舍一得万报不是说今天不是一块钱 过段时间就能得到一万的回报 不是这样的 而且这个饭除了我们 通常理解的十个一千万还比喻很多的意思 打个比方 王健林曾捐款十亿 用于南京精灵大报N4的重建 按有些师兄的理解 他这辈子应该拥有十万亿的个人财富 但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最有钱的马云老板个人身价是三千亿 这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 十万亿的个人财富相当于三十多个马云的身价 还有很多富豪 这辈子布施高达上百亿 比如福耀玻璃曹德旺 是不是他这一辈子就一定会有百万亿的身价呢 显然不是的 由此可见 很多人虽然也晓得要布施 但对布施的理解却未必那么通透 当然 很多人布施的时候都想要获得最大的福报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佛在地藏经里也告诉了我们应该怎么做 地藏经里地藏菩萨观察到了一个现象 那就是云云众生 布施的果报有轻有众 有的是一生受福 有的是十生受福 有的是百生千生都能受大福利 这个果报的差别还是挺大的 因此地藏菩萨就问佛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呢 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段经典经文 若遇罪下贫穷乃至龙残印雅 龙痴无目 如是种种不玩具者 是大国王等 欲布施时 若能去大慈悲 下心含笑 亲手便布施 或是人施 软言未欲 是国王等 所获福利 如布施百横河沙佛 功德之力 学佛的师兄都知道 别说布施佛的功德 就是布施 阿罗汉 功德利益都不可思议 而且一般人还没这个机会呢 但其实 是虽无佛 却有如布施佛之 功德利益 这些功德利益 不在其他地方 而在于每个人的心 经文说 要是遇到了罪贫苦 乃至霍龙霍雅 身有种种不玩具者 生起大慈悲之念 下心含笑 这个下心很重要 布施的时候 不要觉得自己 好像就高人一等 是我在布施你 为什么要含笑 因为你只有把 高高在上的心放下来后 才能发自内心的 面露亲切的笑容 不然的话 你只会居高临下的 俯师被你帮助的人 哪里还能含笑 一样的道理 放生的时候 你有真正把放生的悟命 当做平等的生命看待吗 后面的经文 亲手便布施 或使人施 软言未愈 为什么要亲手布施 很多事情亲手做 跟委托其他人做 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去外访一家公司 老板亲自出来迎接 跟打发手下一个人 出来迎接 意义能一样吗 即使自己因故不能亲自布施 只能委派他人 也要好言好语 安慰受助者 给人信心 地藏经理还有段经文 复刺地藏 未来适中 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 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 若一念间 巨大慈心 不失医药隐食卧拒 使令安乐 如是福利 罪不思议 一百节中 常为禁居天主 二百节中 常为六欲天主 毕竟成佛 永不多恶道 乃至百千生中 而不闻苦生 很多人学佛后 喜欢到处跑道场 跑法会 其实完全没必要 读了这段经文后 任何一个学佛的师兄 都可以在自己的老家 积累最不可思议的福报 因为任何一个地方 都会有 诸老病及生产妇女 如果说生产妇女 是别人家的媳妇 你不方便不失 那老若病残呢 无依无靠的 孤寡老人呢 你有这份大慈心 多去看望一下他们 故事点 要饮食 特别是农村 哪个村里 都会有那么一两个 你可以去大慈心的人吧 你要真有这份心 福报最不思议 佛讲经 或许经常会出现 不可思议这个词 但最不思议 却很少见 由此你可以看出 因慈悲心 产生的福德有多大 古代有个人 在汉林院当官 名叫魏仲达 一次被阎王爷派小鬼 把他的魂引到了阴间 阎王爷命手下 看看他的善恶记录怎么样 等册子送来时发现 记录魏仲达恶业的 册子堆积树山 而记录晒的册子 却只有那么一小卷而已 魏仲达看后感到大惑不解 就问 我还不到四十岁 怎么会有这么多过失呢 阎王爷说 有一个不正的念头就是恶 这时阎王爷又吩咐拿秤来 称了称两种册子的重量 没想到 一大堆恶意的册子 反而比那一卷恶意的册子要轻 这时魏仲达又问了 那卷小册子 到底记载的是哪一件事呢 阎王爷爷说 有一次皇帝要大兴图目 很多百姓都会遭殃 你上书给皇上 不要劳民伤财 那卷小册子 就是你的奏章 魏仲达说 但皇上并没有采纳我的建议 阎王爷爷说 当时你上奏章 是为了让百姓免受苦难 是为百姓着想 当然如果皇上采纳了 你的功德就更大了 这个公案很有名 很多师兄都读过 从这个故事可以知道 善事的大小 不一定是以前来衡量 更关键的是 我们心中是否真的有众生 有百姓 如果真能利益众生 利益百姓 固然功德无量 即使利有不及 也算大甚一见 当然有的人会觉得 这种故事读一读就好 谁知道是真是假呢 故事可能有真有假 但道理却经得住考验 地藏经理也是这么说的 如是善事 但能回向法界 世人功德 百姓生中受上妙乐 如但回向自家眷属 获自身利益 如是之果 即三生受乐 舍因得万报 不失因缘 其事如是 一个是回向法界 一个是回向自身利益 一个是百姓生中 受上妙乐 一个是三生受乐 那么什么是回向法界 就是心存一切众生 利益一切众生 回向自身利益 当然就是为自己求福报 回向的不同 心里是装众生 还是装自己 功德利益 就有这么大的差别 有的人放生 想的是终于又救了一条生命 让他们能够 免遭被杀的痛苦 有的人想的是放生 能让自己得福报 得财运 有的人想的是 被放生的悟命 能保佑自己实现各种愿望 有的人注印经书或善书 想的是 希望更多人 都能够有缘读到经书 都能懂得因果 改而向上 获得幸福人生 有的人想的是 注印背后的功德利益 有的人近似 想的是 希望更多人 都能够来到寺院 接触佛法 修学佛法 有的人想的是 三宝门中 福好修 一文种下万文收 有的人想的是 求菩萨保佑 升官发财 有的人 共僧 想的是 希望僧人们 能够远离一世之忧 好安心修行 早正菩提 有的人想的是 僧人们 修行积累了很多福报 共僧正好可以 把他们修来的福报 分点给自己 还有的人想的是 共僧 或许能够 光摇到阿罗汉 真正光摇到阿罗汉 那自己的福报就大了 有的人 火供或诗识 想的是 缓解恶道众生的痛苦 帮助他们 离苦得乐 有的人想的是 通过这种 给无限的众生的不失 自己好赔福报 有的人想的 则是讨好鬼神 让他们帮自己实现 或荣华富贵 或婚姻美满的愿望 很多人 做任何善事 想的都是 自己的利益与福报 而有的人 哪怕做一件很小的善事 想的都是他人的利益 佛在地藏经里告诉我们 这种信念的不同 福报会有 几十上百倍 乃至数百倍的差别 一个是一生受福 或三生受福 一个是百千生中 受大福利 你说是不是 有这么大的差别 有的人会说 我为自己的福报利益打算 也是没办法的事 毕竟过得实在太苦了 没有谁说 为自己的福报打算 有什么不好 但人要智慧 你要真想 为自己的福报打算 就不要顺着 自己的自私来 而是要心有慈悲 心有众生 只有这样 才能有最大的福报 毕竟规律就是这样 真相就是如此 亲人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待会儿ont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